你有胃痛的問題嗎 是不是會覺得胃脹氣消化不良 全身不舒服呢 今天邀請到胃腸肝膽科吳文杰醫師 來告訴大家 台灣人一年吃下3億6千萬顆腸胃藥 自己亂吃藥的後果恐怕會得癌症喔 因為長期吃胃藥的研究報告告訴我們說 增加胃癌的機會會到達2.2倍 還有目前他研究報告說 大腸癌也會有點相關係 跟教你三招胃痛治救法一起 來看一看吧 增添娃你的胃好不好 其實我胃不太好耶 出社會工作以後 我就開始有胃潰癢 12指腸潰癢跟胃食道逆流 真的嗎 對 而且我還有一次錄影 錄到早上臨時去掛門診 掉了點滴以後再趕快趕回錄影的現場 是 所以今天我們一系列就邀請到了 胃腸肝膽科的吳文杰醫師 醫師你好 你好 台灣的人的腸胃系統是不是很不好呢 因為每一年看醫師的數字 直逼500萬 對啊其實腸胃科的病人在台灣是國病 所以也是用很多胃藥 國病喔 對 國病除了肝病之外 再來就是胃病 我曾經遇過一個案例 他大概是30歲的一個男性 他那時候就是因為吐血出血 直接去急診室 急診室的醫生就幫他安排一個胃鏡做檢查 後來不是我做的 別的醫生幫他做 發現就是有出血 就幫他止血 胃潰瘍出血 但是沒有切片 後來他病人就來我門診 就因為胃潰瘍出血等等 好 我就給他吃藥之後 他也好很多了 然後我說可能要再做一次胃鏡呢 再切片 他很害怕做胃鏡 不要拜託我已經沒有事了 結果後來過了一年 他在這個一年當中 他反覆會脹氣不舒服 他可能以為是胃病而已 一年後去再做胃鏡 給他另外一個醫生做 結果其實是胃癌第三期 所以胃癌的表現 他會以胃潰瘍的呈現 所以我們都病人 醫生也是一樣 就是看你胃潰瘍 你一定要切片 如果你沒有切片的話 你那個癌症可能會輕忽了 其實大家都怕怕的不敢去做 胃鏡也不舒服 而且我想多問一句 那胃癌有沒有其他哪些非典型的 就是原來這個是胃癌 跟胃病有關係的反應 胃癌第一個 大部分都是無生無始的 當你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通常是第三期的 很生的 是很生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 他通常會什麼樣 會貧血 貧血 大便會有一些淺血的反應 胃癌的血 他通常在慢慢色 慢慢色 所以它不會很多 所以你的糞便裡面 大便裡面是深黃色 但是如果是胃出血 大量胃出血 那就是深黑色 所以胃癌的部分 通常都是會是深的咖啡色為主 第三個就是 體重胃口會慢慢變得比較差 然後會比較怎麼樣 很快就覺得飽了 不想吃太多東西 然後甚至吃多了 就會覺得很脹 想吐 那未來 其實就是要很小心 煙也是一樣 酒也是一樣 還有家族 如果你家族裡面有兩個 未來的這個病食的話 那你就要注意 你可能是高風險族群 你胃痛的時候 會吃胃藥嗎 會啊 因為其實剛剛醫生也說 這是國病啊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很正常 然後就會直接去買藥吃 我記得我之前看到一個報導喔 說台灣呢 每年我們吃掉了3億6千萬顆的胃藥 所以我把這些藥喔 全部都疊起來喔 是1600栋101那麼高 一直吃這樣胃藥這樣好嗎 第一個喔 因為胃藥是治標不治本 它可以來救急 當然如果你有急性症狀的時候 你吃胃藥可以馬上緩解 但是如果你一個禮拜兩三天 甚至長期都反復胃痛 那可能胃藥就幫助不大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延誤你的病情喔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胃藥本身啊 它會怎樣 會讓你的消化會變得不好 因為我們知道胃酸啊 是它幫助消化幫助殺菌 所以如果你把胃藥吃下去之後 中和胃酸也好 或者是說抑制胃酸也好 胃酸不足 它有可能會殺菌功能不好 所以你吃到東西就會拉肚子 所以你吃到東西就會拉肚子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你有可能會因為酸不夠 所以你的那個消化蛋白鎂 酵素不夠 所以你吃一些肉啊 一些油脂的東西 它就會容易脹氣消化不了 因為長期刺胃藥研究報告告訴我們說 增加胃癌的機會會到達2.2倍 還有目前它研究報告說 大腸癌也會有點相關性 那至於說骨質疏鬆骨折 這個就是很明確是有這個問題啦 所以我們大家還是注意說 胃藥可以救急 但是不適合長期刺啦 應該要找到醫生 找到原因去治療 常見的胃病前三名喔 那我們之前有討論過胃食道逆流了 可是呢1跟2 實際上尤其是2喔 萎縮性的胃炎 這到底是什麼啊 萎縮性胃炎喔 它就是胃的黏膜的表皮 胃的表皮啊 細胞變得比較淺 比較少 細細酥酥的 我們知道胃的黏膜細胞 它是幫助我們抵抗胃酸 所以胃才不會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的抵抗的細胞變少的時候 胃啊就會常常覺得著熱渴 悶悶熱熱不舒服 所以人家吃東西都沒問題 你就是會有問題 這樣有粥粥的感覺 粥粥的感覺就會特別明顯 那它的原因是就是因為長期的胃發炎 油門感菌感染 甚至常使用藥物造成的 那這個胃酥性胃炎的特色就是 它容易產生胃癌 蛤 容易產生胃癌喔 對 你可以看這樣的病人的胃 正常的胃就是橘色粉嫩的 但是它這種胃就是白白的 好像貧血一樣 只剩下一些血管 通常都是要4、50歲以上才會有 是 那像是胃潰癢呢 因為我之前也有 是壓力太大嗎 胃潰癢七成的原因是因為油門感菌感染 細菌感染造成它的潰癢 第二個 細菌感染 第二個就是說可能是這個 藥物的使用消炎止痛藥 第三個才是說這個壓力型 很多新兵啊 它就是因為壓力太大 結果產生這個壓力性的潰癢 難怪我那時候剛出社會一陣子 太辛苦了 對 壓力特別大 所以像是胃病也有很多的迷思 再像是我們做了這個 胃食道逆流 有講 有好多的網友在下面反應 對 那其他 其實我覺得大家問最多的 就是脹氣的問題 就是脹氣 那脹氣的時候 一大家想到就是說 廣告這麼多 你看大家就買胃散買胃藥來吃 對 這樣子吃好嗎 醬吃當然不好 不過我們脹氣大概就分兩種 第一種是真的胃有病 胃有病 胃有痕癢啊 萎縮性胃炎啊 等等 或是胃生理流真的有病 第二個是胃是正常 但是被你吃出來的 我們剛剛除了剛剛的五大地的吃法之外 很多人是心病 心病 所以很多病人說 哇 常常脹的很嚴重 我很多空姐啊 跪姐啊 怎麼檢查全身都是沒問題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工作環境 壓力 睡眠 而且他們特別會穿一些緊織的衣服 都會造成胃容易胃凸胃脹 所以脹氣的部分 吃胃藥是可以緩解 但是都是治標不治本 所以適合還是好好地檢查 全能夠找到答案這樣 是 那胃痛的時候很不舒服 如果不能吃胃散 吃止痛藥稍微壓一下是可以的嗎 其實脂痛藥也是救急 救急用 那脂痛藥有分很多種 那總共我們目前歸大三種 第一種是所謂的 像普拿腾那種不會 不會 不會阿斯皮靈不善味 不會阿斯皮靈不善味 但是就是說 脂痛 單純脂痛 但是第二種就是所謂的 類固醇的消炎脂痛藥 或非類固醇的消炎脂痛藥 它除了脂痛之外消炎之外 但是它也會容易造成胃潰瘍加重 第三種就是所謂的麻醉劑 所以你吃下去就會就會舒服了 所以這三種藥 所以我不建議長期使用 然後尤其你吃的這種 所謂的類固醇 或非類固醇的藥物 有可能會造成胃潰瘍 當然有壓力嘛 那一定是會影響胃才對阿 對啊 所以我們所謂的胃長不到原因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功能性的胃病 功能性的脹氣 那功能性脹氣基本上有三分之一 可能高達三分之二 都是跟什麼 肢力神經失調 也就是說常見的憂鬱 恐慌焦慮 甚至說強迫症 心理壓力大 它有可能會起這個蠕動會變慢 腹交感神經蠕動會變慢 第二點是 心理壓力 有些心理科的疾病的藥物 精神科的藥物 它也會造成胃的蠕動變得比較慢 所以當你胃變慢的時候 肌肉變差的時候 有時候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的藥物使用有問題 或是你真的是睡不好壓力太大 是 可是醫生很特別 像是我這可能壓力很大 所以我胃病 可是有蠻多是退休人士 不知道我已經附閒在家 為什麼還會有胃病 你要看他 退休人士通常他就是大概五六十歲以上 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就是他的胃 已經是長期下 已經應該有一點點的變化了 不管是慢性胃炎也好 腸化腸也好 有些變化 可是另外一個其實我非常在意 因為以前我小時候是胃不好 那我媽媽就說我吃太多 應該說每一餐都吃太多 他叫我分 就是少量多餐 可是我後來啊 我們現在下班經學沒有講到 少量多餐其實 不利減肥 對 不利減肥 而且我們會讓我們的胰島素 就處在某一個高檔 對不對 少量多餐對胃真的好嗎 好 我們講減肥的話 當然就不適合少量多餐 會波動嘛 對不對 但是對胃來講 確實是可以減少胃的負擔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 當你胃是健康的 正常的 你無需少量多餐 你就正常吃就好 甚至有很多人168吃的也好好的 對不對 但是當你真的是胃潰瘍 胃炎 甚至胃動過刀開刀的話 基本上少量多餐是合理的 量是合理的 然後當然胃可以有休息的時間 不要一直磨食物 可是另外一個就是很多人講說 吃素可以讓我們的腸胃更健康 清淡 對 對 對 吃素可以養胃嗎 吃素基本上跟吃葷 沒有說因為這樣子就會胃特別好 但是 重點還是還有烹煮的方式 其實胃比較容易就是 你的胃力是刺激性的 油炸性的 胃脂性的 對胃就是比較不好 我記得高麗菜是生的可以養胃對不對 高麗菜裡面有 我生素魚肉 是可以養胃沒錯 對 有時候胃快養的時候 我一直狂去買那個 日式的那種生高麗菜回來吃 結果呢 心理作用上好像覺得要養胃 但是因為 我目前還是不推薦吃生食 如果胃真的不好的時候吃生食 因為你胃不好的時候胃酸不夠 或是說它無法殺菌 吃太多生食 有時候會造成胃更不舒服 不然就還是煮爛薯 手比較好 所以其實胃病除了跟 我們的生活習慣有關係 跟飲食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說 我們的五大地雷吃法 是台灣目前 為什麼胃病是 最主要國病的原因呢 假設你這樣到這樣吃 你可能就死定了 這個就是說 你把你的胃 當作是垃圾桶一樣 不管順序 不管食物 全部都一次就塞進去 像我這個時候 要喝一下可樂 其實大家很常見吧 喝一下可樂 然後又吃一下薯條 又吃一下漢堡 又吃個菜 又吃個鹹酥雞 又吃個鹹酥雞 對啊 不都要這樣子嗎 因為你夠年輕啊 假設我們胃真的有問題的話 它其實這樣子的話 會造成胃很大的負擔 最常見會造成胃會脹氣消不良 甚至會噁心想吐 每個食物它在胃裡面消化的時間 最常就是所謂的油脂性的 油類的 油炸的 所以大概六個小時 是最長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就吃很多 油炸的東西進去的話 那你的胃裡面基本上 它就是脹起來的 完全沒辦法再填其他食物了 然後油炸的再加肉類 像肉類的話大概就是1.5到4個小時 如果這兩個搭配才是要 哇有些病人 它可能食物在你胃裡面 大概12個小時都還沒有消化好 是 對所以你就會想說 怎麼吃完飯之後 下一頓怎麼都不會餓 還會想吐 所以然後蔬菜跟骨類 大概都是兩個小時左右 水果是最快的 如果你會脹氣消化不良 第一個 你應該改變你的飲食順序 不要把自己的味道當垃圾桶 那你可以先做一個 譬如說先吃個菜 菜吃完再吃個肉類 蛋白質類 最後再吃飯 最後再吃水果 菜 肉 飯 水果 菜是1.4分之1的肉 然後再1.4分之1的飯 對 那我們看到第二種 就是餓食鬼吃飯 餓食鬼是吃很快的那種嗎 黃三一猛吃 對 基本上就是說 第二種可能 一個就是年輕人 牙齒很好 就是來不及時間咬 邊講邊吃邊講話 然後會說它根本就是在拼速度 沒有咀嚼 牙齒的咀嚼很重要 因為牙齒不咀嚼 你的胃就要幫它去磨碎 所以胃就會增加胃的負擔 第二個 在咀嚼過程當中 它會分泌唾液 唾液可以幫助我們一些 澱粉的分解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假設你不吃 你沒有去咀嚼它 你的食物在胃裡面等著 變成它磨碎 就會很脹的很嚴重 而且有些病人還會拉肚子 還會拉肚子 對 因為消化不良就會拉肚子 老人家的話 就是因為修牙齒 或是牙齒有問題的話 它也沒辦法咬 對 那就是包包包進去之後 一樣會有這樣的症狀 通常一口咀嚼幾下比較好 這樣是15到30下 第三個就是無敵動吃飯 跟餓食鬼差不多 聽起來也很像 就一直塞 對 一直塞 無敵動吃飯就是你也有咬了 你吃飯順序也OK 但是你不知道節制 其實每個人的胃 就跟它的拳頭一樣大小 但是它可以撐到很大 很大之後就往下摧 然後往下摧之後 它一樣有個東西把它拉住 久了之後如果你常常這樣的習慣 剛開始還可以有彈力 但後來鬆掉之後 就回不來 就覺得怎麼吃完飯之後 怎麼會都 胃好像跑到下面來了 不是在上面 我覺得就是胃下摧 那胃下摧會怎麼樣呢 會常常就是很脹 很不舒服 而且會肚條 所以吃完飯之後 明明就在吃到胃裡面啊 為什麼肚子下面在痛呢 其實就是胃下摧 所以這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醃酒配飯法 當然你在喝酒的時候 除了它會讓這個啤酒 或者啤酒量會太多 會容易逆流 第二次酒精還是 高濃度的酒精是容易傷胃 第二次也是 煙跟酒基本上會造成什麼 煙會造成分門口 也就是食道跟胃中間的分門口 那個肌肉啊 放鬆 所以容易會有胃食道逆流 所以常常你會吃到 煙酒配飯完之後 就常常會隔氣 一直隔氣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煙酒配飯法 除了會造成一些 癌症的病風險之外 容易會有胃食道逆流 甚至會消耗不良 是 肚子煩肚子脹氣 再來就是動吃動吃法 邊邊吃邊動 對對對 其實很多就是 小朋友就是這樣子啊 吃不跑掉這樣子啊 但是小朋友不會吃很多啊 所以我們正常如果吃的很多 或者說吃東西之後去運動 第一個是血流量的問題 我們的血流量 胃本身它的蠕動消化 還是需要有血流 但是如果你去運動的時候 基本上 你的血量是到肌肉去 你的胃的循環是比較差的 就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說 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交感神經是非常亢奮的 副交感神經反而是稍微下降 那副交感神經下降之後 你就會 其實你的蠕動啊 管吃的就會變得比較慢 這時候就容易脹氣 所以我不建議說 動吃動吃法 就不建議大家使用啦 如果真的 因為很多人下班 他就要去運動之前 要吃點東西才不會餓 量一定要少 不能多 那如果吃了正餐的話 要多久才能去運動 我建議啦 如果是正餐的話 大概就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因為我們剛剛看 食物的消化時間 最快大概兩個小時 走路呢 快 像你不是很愛走路嗎 走路可以嗎 走路比較快走 慢慢散步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建議說 吃完飯之後散步一下 不要久做 其實可以有助於腸胃的蠕動 如果自行吃胃藥不好的話 那要怎麼樣來自救呢 胃痛喔 基本上 它會痛就是代表它胃好 肌肉它會筋軟 在不舒服 這個時候我建議就是溫水 喝溫熱水 你不要太熱溫水 它就可以緩和平滑肌的肌肉 胃的肌肉就會放鬆 你可以內服也可以外用 外用 外用就是熱敷啦 喔 在幹嘛哪裡用 內服外用 大概可以有它緩解它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薄荷 薄荷 不會太刺激 不會不會 薄荷本身它其實可以讓平滑肌放鬆 肌肉放鬆 是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薄荷茶 那最好你就喝溫的薄荷茶 可以放鬆 假設你沒有薄荷茶 外面可以查薄荷油 那第三個 就是這個中腕穴 我之前有出過一本 就是跨科匯診 終極胃食道內流 我找很多個個科醫師 包括中醫師 他就教我說如何緩解胃痛 一個穴道 就是中腕穴 中腕穴其實就是我們胃的位置 這個肩圖這個地方 用大拇指按壓 去這樣做按摩 要按多深啊 其實 按到脊椎 按到裡面大概至少三公分以上 按壓然後放鬆按摩 其實你放鬆的時候 你的肚子就會凸起來了 就是就緩解胃的效果 其實以西醫來講就是 按摩這個肌肉 可是 很多患者告訴我 這樣子其實也很有幫助 很有幫助 所以這三招自救方法以外 就是說 那平常要怎麼保養 因為畢竟這個是 有點像是臨時抱佛教 對不對 那平常應該怎麼辦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過 避免那些 垃圾桶吃法 避免那些五大地雷吃法 所以吃飯是最重要的 很多胃病是吃出來的 吃飯六七分飽 飯水分離 不要喝太多糖糖水水泥 它會降低負擔 然後也比較不會餵食藥 第二個就是 就是不要吃太多刺激性的食物 包括辣的 很多人喜歡吃麻辣鍋 吃油膩的東西 油炸的東西 冬天的時候麻辣鍋真的是很受歡迎 但是你常常很多人吃完 就是第一個是肚子容易脹脹 第二個是拉肚子的時候 大便的時候容易會有刺痛感 它就會嘗到其實是蠻刺激的 很多人是追求那個感覺 好 第三個就是吃飽飯 就像剛剛哲青哥講的一樣 就是要走動走動 讓它那個 不要 胃能夠蠕動往下走 不要擠在胃上面 不要擠在上面 是 這是這三種保養方法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是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顧胃真的非常重要 有好多人就是因為 他可能覺得胃病沒有什麼 或是說他只是覺得肚子不舒服 也沒有想到竟然是癌症 或者是什麼 所以今天謝謝醫師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下次有機會再來談其他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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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